欢迎回到金钱、心态和指导播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阿罗哈一起放手的开伦·基布森 非常感谢你加入我们 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士蒂夫 这真是我的荣幸 于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 但我们从未学过如何做 这很有趣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件事 但从来没有花时间去训练如何做这件事 我们究竟该如何做这件事并成功地完成它 这就是我想和你谈谈的内容 好问题,我有一个22岁的女儿和一个即将28岁的女儿 所以我犯了书中所有的错误 当我在1999年开班我的辅导公司脑里建设者时 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在进行家常之道 因为家长都会来问我为什么我的儿子不做这个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无论你读了多少语儿书籍,参加了多少课程 我们谈论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对吧 你的孩子们都是不同的 对一个孩子有效的方法你会想 为什么这对另一个孩子不起作用 或者为什么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因为一个孩子容易相处 另一个孩子则不然 可能只是像鸡女呢,或者只是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当然,是的,我们有三个孩子,他们都非常不同 我们同样爱他们,一方你听到这一集 但他们都非常不同,我们必须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处理每一种情况 我觉得有趣的一点是,你已经在脑里建设这座辅导工作这么久了 然后你开始,我不会说是转变,而是增加了一个想法 有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和孩子们一起工作 这也必须包括父母 所以你建立了这个关于与阿罗哈一起防守的整个项目 以及你正在做的一些其他事情 跟我谈谈这些吧 在2020年,我真考虑在疫情前结束脑里建设者 我真的很想做与阿罗哈一起防守,进行父母教练 事实上,我发布了我的第一本书 妈妈必须防守 如何在不失去离职的情况下防守 我不能向你保证你会保持励志 因为我们在谈论养育孩子 但每个人都想要远程学习辅导 我意识到,哇,我有父母和孩子 心理健康是我们需要玩的游戏 以真正理解情绪管理